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旗權報告 又是Marco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旗權市房 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最主要跟大家提及過 本身現在大家應該保持維持維持倉庫位 由兩個月份兩個月份 在位置仍然會 beige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傾向喉高去做淡 而並不是去做一個追突破去看淡的動作 當然,市面上有很多人就在最低的這些位置跟你說看淡 這些位置你做的話,就很容易被人震走 我只可以這麼說 另外,第二件事提及到的就是 短線雖然我看淡,但長期我還是看好的 我傾向留意著大使 希望有機會放到22,500以下 雅灣22,000至22,500這些位置 分住去吸納去看好 如果期權策略來說,比較簡單 就是short put 下月份 12月份的21,400的恆指期權 最主要是跟大家講講這裏 至於剛才所說的喉高做long put 在星期一,我跟大家提及到比較關鍵的位置 就是22980至23054這個區域 你會見到,其實那兩天大使回來 其實昨天,香港的股市值著 內地的製造業數據,PMI數據 軟性的預期,令到市就夾了上去 但實際上的情況來說 我自己覺得某程度上是夾淡倉多過直著這個消息 令到市夾得這麼厲害 因為單純一個這樣的消息 未足以令到市升得這麼厲害 某程度上一定是要觸發到某些指洩的倉位 再加上市面上在這些低位 突然間又轉了很多人在淡的情況下來說 令到市夾上去,那時的力度就會更加強勁 更加強勁 跟著來說,我在星期一跟大家說過 我只會後高去加倉去看淡 那時跟大家提及到的位置是22980至23054這個位置 在這層面來說,留意一下,就是要看這隻足 看這隻足就知道某情況 市最高其實是23286點 如果根據這個策略,是有機會先被人夾上去 那接著來說,今天的市就借著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那個支持度後再進一步反領,另一個候選人 我們都會令市又對方下來了 在倉位策略上,值得特別為大家留意的就是昨日幫忙線 因為其實做trade來說,我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說真的,我無時無刻,我很強調這件事 我都是那句,我是沒有水晶球的 我做trade,由頭到尾,我都是計直播率 直播率未夠,不做 一直等直播率夠,那時才出手 而有很多時候來說,我都是要是邊戰邊走 去到某些情況,幫助出現一些新的技術性的信號 就可能再略為adjust少少 好像在星期一跟大家提及到 我說傾向頭22980-23054去做淡倉 你看回昨天即使圖那時候的倉位,那個圖表 五分鐘圖來說,22980-23054,就是這些區域 就是這些位置去做淡倉 但是我經常都說,我通常來說 如果我有時間看市場 我一定檢查多好,看多15分鐘 看市場走到哪裏 如果正式確認突破15分鐘頂位來說 本身我開淡倉的話 我都略為第一彈 高一點點才做淡倉 如果你又跟回我以往過往 這一種做法開倉的話 你開季就會開得很漂亮 否則來說 你一開完之後 轉過頭就會被人夾上去 不過沒關係,就算你被人夾上去來說 始終說來說就是你先不要做錯 那邊先,因為大市的走勢來說 我很強調 其實這筆衣已經跟大家說了 就是說其實市場 現在傾向是反覆向下 即是它堆一堆 塞肌民神堆一下下去 接著夾一夾你 又再堆一堆下去,夾你 所以問題情況來說 只要你不是做好倉 你是做淡倉的話 基本上很多時候 就算你開的位置 開得不夠漂亮 你都會把握到一個相對性 有利的位置開倉 而你不要那麼容易 受市場的情緒影響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 最簡單 開封複日市圖 看市面上的人 經常跟你說的平均線來說 比如最近比較多人說的 就是黑色、藍色、紅色 這三條線 十天、二十天、五十天、移動的平均線來說 你會看到一個情況來說 總期來說 一開波 在十天線、對穿二十天線的情況來說 每個人在這些位置 就跟你說體淡倉 但問題就是 當時來說 市出現了十天線、對穿二十天線 這個 所謂很傳統的技術性分析所有 死亡交叉 之後市就一直夾上去 接著來說 在大約這些位置 再出現一個十天、對穿五十天線 接著來說 市場內圍再多夾少少 再增進去 再增進去 最新來說 現在最新來說 現在就是 二十天增進去 五十天平均線 其實問題就是 我經常都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 所謂 黃金交叉 或死亡交叉 在我自己來說 我很少單純用這個指標 去做一個技術性分析 因為問題就是 這些技術性分析 一來很古代 很久以前的東西 現在金融市場一定不斷進步 某程度上 我自己會用一些 新派一點的技術性分析 所以 這是一個叫做 趨性性的指標 所以 某程度上 你怎樣都好 利用趨性性指標 如果市場 在牛皮市場的情況下 你很容易被人 坐錯又坐 坐多兩下 你個人真的沒有心機 跟著 到市場真的開始爆邊 你已經不想做 trade 很容易錯過了這機會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提及到 這些情況 市場 在牛皮的情況 不要太多 總之 要是你偏高估 偏低渣 總之 用趨性性指標 就很容易中招 直到 大約 好像上個星期 那些情況 才開始跟大家說 開始來了 我自己的傾向 是會看跌的 在這些情況 你用趨性性指標 就會開始做無惡 正如 最近 現在開始出了 一些叫做 死亡交叉信號 等等 重點是 我判亂了市場 已經是 準備開始爆 這些情況 再配合趨性性指標 就會特別有效 大家要值得留意 那 你說 新聞來說 就 固自然比較特別重要 就是 接下來是11月8日 美國總統大選 這件事 在這件事來說 究竟是 希拉里贏 還是特朗普贏 都是有變數的 因為其實自從之前來說 FBI突然拿到搜查令 就重新去查 希拉里 E-mail的事件 那件事 我就不多說了 令到希拉里的民意調查 突然間又縮回來 接著最新的 特朗普的民調 又再次領先希拉里 在這些情況來說 在我們來說 不需要多顧 我只是知道 事情 在勢頭 對網民來說 似是 都仍是錯綜朗 但是 至到哪些日子 你要特別留意 11月8日 大家都知道 是美國總統大選 如果 在那時候來說 理論上 應該在美國總統大選 之前 接近11月8日 那些日子 本身在保持 延期的倉位 我會做回相反方向 例如 我本身保持著 張延期的 我怎麽都會交回 因為張延期的 未到目標價 到目標價 但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始終有很多變數 所以那時候 就會傾向那些 兩邊做Long的策略 去駁市 中一步去大爆 但是去到 那時候 就再中一步 和大家去講 暫時 最新的情況來說 怎樣都好 現在一定是 保持Long的倉位 比較關心的 我想有看過節目的 就是 平得倉沒有 市現在堆積下去 平得倉沒有 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純粹說 用回星期一 跟大家講的幅圖 純粹說 技術性的 比較重要的位置 來講 21,900這些位置 是兩度跌幅 再交 黃金比率 50%的位置 但我未必會看得到這麽淡 我剛才所說 在22,500以下 都開始要分數吸納了 短時間來講 比較重要的 我都是看著大約 22,500至22,600 這些位置 你說最新的市況 短時間 我看著 22,500至22,600 但是最新的市況 市場 好像今天這樣 現在 我開始緊張 Long put 22,600 行使價的期權 最低位都是 22765 又未必交到期權 平倉 還是不平倉 是經常性 涉及到期權的求知者 需要思考的問題 因為問題是 你一時間不平 譬如好像昨天說 突然一下子夾上去 你可能就會 由贏錢變回輸錢 那你怎麽辦呢 通常我經常都和大家說 我自己一個求知的準則 永遠更可能地 都不要令自己的錢 由贏變輸 即是什麽意思呢 譬如好像現在這樣 他未到我的目標價位 22,600 以下這些位置 那你能保持著 Long put 2765 距離 22,600 六八點的位置 中了一百多點 我自己來說 我是會保持著 但是問題 我不是一定中的 我有可能會看錯 如果真的看錯的話 市場又夾上去的話 在未輸錢之前 通常我都會推止賺 在未輸錢之前 就算賺少少錢 照賺先 先做profit 偷一個更加漂亮的位置 再去平倉 那去到什麽位置 特別要小心呢 那就是今天高位 2936 我覺得是要特別小心的位置 如果在未來短時間裡 升穿了2936的話 淡倉 先負責 是贏得不夠多了 老實說 但不要緊 總之我就看探 暫時 不過 因為它升穿了2936 這個位置 短時間來說 有可能 升多一點點 那不要緊 我就再撐它升多一點點 好像昨天星期二的情況 再找一個更加漂亮的位置 再開裝淡倉 因為你要記住 期權 尤其是做lawn 除了我們要判斷一個總確 市會爆的時機之外 還要加上數字 就是說 我每持倉過一天 就是一天的時間值 好在暫時 都仍是月頭 持有張11月份的期權 時間值相對性來說 就不是特別多 那這件事大家要留意 至於市場 如果推到到22600以下 我配合了看即時圖 就真的會隨時準備去平創 通常我自己的策略來說 譬如是 假設我開範圍22600 現在 我市場是推到到22600 我是否立即會平創 通常我會看即日的即時圖 我會多給一天的時間 推到到22600的話 如果它是推穿15分鐘低位 那我再等一會 那等一個 因為你推穿15分鐘低位 我經常都說的 過市向下的走的機會 即時來說 比較大 那我就會等一個更加 靚一點的位置 才平創 等多一會 否則來說 如果對穿22600 但又升穿15分鐘頂的話 那我怎樣都好 一定先走了 那這件事大家要留意 那今天最主要 就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策略跟進的事項 那還有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宋冰哥一講 趁我記得就是說 下一次見大家 就是今個星期五 四號的時候 那時候是短時間內 最後一次見大家 因為其實 在下個星期開始 我就會放兩個多星期的大家 7號至22號 我都會放大家 那 過了今個星期五 就要到23號才會再見大家 所以可能我都會嘗試一下 重力做一下功課 在4號的時候 可能未來走勢有什麼變數 還可能講到幾多 得幾多 去跟大家補充 那就留意著 接下來星期五的節目 OK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